回到一首報我們來關注最新消息 有黑幫刻意找沒有前科的手下掌管金鑰匙 大金庫內藏破譯的毒品 要躲避警方查棄 而警方追查發現了這黑幫成員 在中和桃園租屋來設倉庫囤毒 市值是破譯元 甚至還謊稱是茶葉 以真空包裝來販售一公斤是兩百萬 提供給雙北地區的腰頭們 而且就怕被查棄 還另外的聘請員工嚴格監控倉庫 分工賣毒手法非常缺密 還好北市行大員警察覺有意 假運貨精運毒一舉爭破毒窟 電梯門一開便以刑警一擁而上 嚇得嫌犯立刻歸縮回電梯內 但糟糕了只得乖乖就範 放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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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舉起來 放草 一臉驚恐還沒回過程 這下慘了 難跟大哥交代 因為他是黑道命脈 管理上一毒品大金庫的金鑰匙 而另一把備用鑰匙也被逮 央裝茶葉商刻意使用茶葉包裝 眼人耳目 但沒有想到就是因為裝得太認真 假黑貓針犯毒被電眼刑警察覺怪異 因為哪有黑貓宅集便會大喇喇將物品 送進民眾家裡 黃金倉庫塞滿毒品 光是這間倉庫市值就突破一元 因為K他命在市場大缺貨 價格水漲船高一公克就要價兩千五到三千元 一公斤價格更是來到兩百萬元 主聯邦信堂為了躲避茶器找來無錢客的小弟在新北市中和以及桃園地區 假租屋偵設倉庫擔任金鑰匙 而整個幫派著只有兩把相當神秘 平時假裝出入單純的住戶公共手機收到上有長官的任務 就會背著提袋出發前往雙北地區以及桃園與要頭交易 兩把金鑰匙全數被查棄 但幕後主使者究竟是誰 警方向上溯源要把大毒消給救出來 就以財神承瑞相常報導